重讀经典 恩典在燕 重讀雅各书 今日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完全与神言2 作者 黎永明博士 声演TK 《环球圣经》译本 《雅各书》三章九至十二节 我们用舌头来清诵我们的主和天父 又用舌头来诅咒照神形象造的人 同一张嘴竟然既清诵又诅咒 我的弟兄们 这是不应该的 船员难道会从同一个船眼里 涌出甜水和苦水来吗 我的弟兄们 无花果树能结橄榄吗 葡萄树能长无花果吗 咸水也不能产生甜水 现在就等我们安静默想这一段经文 完成呼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语经结念 从修词手法来看 三章九至十二节的结构是首尾呼应的 因为首尾都是直述句 而中间就是修词文句 直述句强调 这是不应该的 咸水也不能产生甜水 中间三个修词文句的答案都是 不 不 不 在古代 知识主要是靠口传的 而读者去聆听三章九至十二节的时候 会感受到雅各的语气 是不断加强否定的力量 以收动之而情的效果 警告读者不要一口两舌 而是要一口一舌 也就是完全的意思 而另一方面 雅各又碎之以理 因为这段经文是借根于主耶稣的教导 你们要摩去把树弄好 果子就好 要摩去把树弄坏 果子就坏 凭着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是怎样的了 毒蛇所生的呀 你们既然是邪恶的 怎能说出良善的患呢 因为心里充满的 就从口里说出来 良善的人心存良善 就发出良善 邪恶的人心存邪恶 就发出邪恶 比较这两段经文 就会发现 他们运用了相同的元素 来到去表达信息 一 树 无花果树 葡萄树 二 果子 橄榄 无花果 三 涌出 产生 发出 耶稣教导的重点是 良善的人心存良善 就发出良善 邪恶的人心存邪恶 就发出邪恶 这一道涉及人心 也就是生命的传源 正如针言四章二十三节 那样说 你要紧守你的心 超过保卫一切 因为生命的传源 由心而出 与神 与人 与人结恋 正所谓 言为心声 你近来多说的是恩言 或是怨言 这样反映了你的内心 是什么情况 怎么样 可以紧守自己的心 除了你为这件事 祷告之外 也都可以 邀请其他的基督徒 为你祈祷 在这一刻 就等我们再一次去默想 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下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